梦参老和尚,地藏菩萨曾用十三节来勤修苦恨 于是地藏菩萨摩赫萨以诵问曰 我曾十三节以勤修苦恨为一切有情除三哉五浊 我用十三节长的时间干什么呢? 修苦恨,这个是夏文丹讲 专行投陀恨,专行投陀法 咱们看地藏经中,那个地藏王菩萨无量 无量节浅就成就了 在《十论经》上说,我于十三节专修一法 修什么法呢? 专吃苦,修苦恨 为一切有情除三哉五浊 就像我们有些各发大心的 必关第三年,或打一个七,两个七 那地藏王菩萨用十三节这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为了给众生除三哉五浊 咱们先讲讲三哉 前头说个名词 三哉有大三哉,小三哉 坏节之中,世界毁坏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类了 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了 也没有其他的物质了 那就是谁把整个大地都泡了 这水一泡,淹到出馋 完了,泡完了 完了之后接着就是大火 火灾 大地火也烧干了 大地都消失了 火烧二馋,到了二馋天 六一天 十八天早没有了 再水灾就没有了 火一直烧到二馋 火烧完了之后 起大风灾 风吹三禅 凡事有形有相 全坏了 前头说是四禅天 四禅天是空天 四空天 没有什么可坏的 三哉不到的 另外小三哉 是指咱在住节的时间 有什么哉 有鸡井 瘟疫 刀兵 大地不坏 但这中间有着小三哉 五浊 五浊就是这个时候浑浊不清 不是清净的 浑浊不清的 第一是命浊 说这个众生的命很苦 都是苦的 怎么是浊呢 跟北巨卢洲就不一样的 北巨卢洲命是清净的 怎么清净呢 都活一千岁 从生下来到死 人人都活一千岁 咱们这世界都活不过一百岁 三十岁 五十岁 十几岁 浑浊不清是命浊 众生浊 众生就是每一个人 他有很浊的爱好 很浊的病恶 身体九孔长流不尽 心里头烦恼从生 总也定不下来 杂念从生 看问题看法不一样 大家都是斗争 若是看法一样 就没斗争了 总是斗争 所以 因为烦恼永急 身心憔悴 寿命短促 寿命活得是非常短 这是命浊 众生呢 每个人 这是光对人类说 还有畜生的 猫啊 狗啊 老鼠啊 所有一切有生命的 都叫众生 他有很多的过患 很多的病脑 不论约身 约心都是不尽的 这是不达到义理 就是不讲理 我说这个理是佛理 佛所说的理 跟那命浊呢 寿命短促不一样 只说他心里烦恼 由于贪爱 欲望产生的得不到 称恨 愤怒 斗争 想尽一切办法得到 虚妄 欺狂 奸诈 勒索 太多了 说不完 说到见拙 见拙是知见不正 不分正道 看问题的看法千千万万 因为见不正 就是说人类的心术很坏 怎么表现呢 表现在看问题的看法 奇奇怪怪的 那些个不正确的思想 莫中一世的 结拙 身当弱事 在这激紧 刀兵 瘟疫 杂乱形里面 古来说生灵涂炭 那就是形容词 说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命拙 众生拙 烦恼拙 见拙的时候 集中到一起 说这个时候 非常的不好 要找清静的日子 找太平的日子 没有 因此叫结拙 但是 世界是随时千变的 结是印度话 说全了叫结波 结波 我们翻大说记时间的 纪念 月 日 乃至一天 二十四小时 说白天黑夜 讲十分的含义 但是光说个结 代表十分很长很长 加个波 结波 那就是整个做十分解释 说结就时间很长的 刹那 时间很短 结有成 有住 有坏 有空 说成结 住结 坏结 空结 四结 那每一结 是好长时间呢 大概是成 住 坏 空四个中 结算一个大结 成 住 坏 空 四个都具足 就是一个大结 说现在我们这个时候 是住结 住结的时候 人的寿命 从八万四千岁 过一百年 减一岁 减到人的寿命 十岁 再从十岁 过一百年增一岁 增到八万四千岁 这一增益减算一节 那这样子 时间 在大圣教义说十无定体 说吧 这个时 找个决定的标准 找它的体性 没有的 依法上例 就在法上来例时间 法指什么说的呢 法指心说 心无定体 心没有定体 这只是解释这个时间的 以上这句记 是地藏菩萨说 我用十三结 这十三结 这是指大结说的 成 住 坏 空 合起来的 这十三大结 我曾用十三结的这么长的时间 来修苦横 下文讲形托陀法 用这个时间修行 想做什么 因为地藏菩萨都在地狱当中度众生 他知道众生的苦难 他想度一切众生 别度三图 从地狱说起 在别度三图 除去一切众生的三灾八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